欢迎来 西蒙的竞选宣言承诺 会逐步减低大道过路费 财政部部长林冠英 今天否认内阁已经同意 取消收购金屋大集团旗下 四条大道的计划 他说内阁会继续讨论有关计划 暂时没有定案 应该由政府来购买 为了符合三个主要条件 第一当然是减少国路费 第二不能够增加国家的债务 第三不要动用到 动用到未来政府的拨款来挽救 这项计划 就是万一如果是适应化的话 他处理不当 你也不能够放在那边 政府还要出钱来接管 林冠英今天出席 比赖曼校有教育信托基金会 举行的记者会上指出 他认同国库控股和公积金局 开出的建议 也就是由政府来收购大道 林冠英指出 这项计划除了涉及南北大道 也包括巴生谷四条大道 也就是沙南大道 百沙罗蒲种大道 西部疏散大道 以及精明隧道 原则就是有别于前朝国阵政府 利润不能够私营化 损失不能公众化 Emmy 什么 いる 跟 利涅